据日本经济新闻2月6日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 5日发布了2023年版的亚洲实力指数 以亚太2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分析对象 虽然美国在综合分数榜单上依然排名第一 但在外交影响力一项上被中国反超 排名落至第二 报道指出 美国在外交影响力方面被中国反超的主要原因 是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成果乏善可陈 据报道 此项调查以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外交影响力等8个领域的表现为依据 满分100分 美国的综合得分为80.7 比上次调查下降1.5分 虽然在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等6项排名中依然占据首位 但在外交影响力一项上得分89.3 比上一次下降1.1分 被得分91.5的中国夺走头霸交易 报道称 在以亚太地区大使馆数量等指标 作为评价标准的外交网络一项上 美国不如中国 对于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 来自专家的意见受到了排斥 也被认为是导致美国外交评分较低的原因之一 报道称 综合得分排名第二的中国 由于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等关系顽固 继续在构建经济关系方面得分最高 日本保住了第三的位置 按照洛伊研究所的说法 日本正在作为地区安全的主力军 稳步崛起 因而在军事实力一项的得分有所上升 但在经济实力和恢复能力等方面丢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